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想一想 刨丁解牛讲一个厨子杀牛杀得特别漂亮 哗哗哗几下把这个牛给解了 他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讲一个很高明的厨子的故事吗 现在随便找到一个饭店 厨子都可以做到这样 几下就把一个牛给杀完了 那么显然庄子用这个是要讲养生的道理 那么杀牛跟养生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杀牛能杀到游刃有余呢 这个厨子用的是什么样的刀呢 这个牛是比喻什么 刀是比喻什么 厨子是比喻什么 大家有想过这些问题吗 好 庄子的刨丁解牛 他的原文非常精彩 那么一开始先讲他为谁杀牛 这个很重要 他不是为饭店的老板杀牛 他是为文慧君解牛 文慧君是谁 那么主流的说法 文慧君就是梁慧王 他是去为大王杀牛的 大家想一个问题 一个君王为什么要看你杀牛呢 谁看到一个国家的国君在那看一个饭店的厨子杀牛呢 所以文慧君一定是想从这个厨子身上学到什么 这是他的一开篇 那么文慧君先看他杀牛的过程 我们要注意啊 庄子用的是解牛 杀这个字在庄子时代早就有了 他为什么不用杀牛 一开始就写他不同的身体部位 接触这个牛的时候啊 都很符合节奏感 他每一个部位接触这个牛 正好能把这个牛控制住 完全符合了以前的音乐 这是上古时候的音乐 就讲他解牛的过程完全符合节奏 非常和谐 那么大家想一下 不就是一个厨子杀一只牛吗 为什么要写他杀得那么完美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呢 文慧君代替我们解答了 文慧君说 哎呀 你这个记忆真的很高超啊 怎么能杀到这么完美呢 那么这个厨子怎么回答他呢 他说 你不知道我不是在杀牛呀 我这是在练刀呀 所以这个厨子说 成之所好者道也 近乎记也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成之所好者道也 他说梁慧王 你赞量我的记忆 你不知道我比记忆更高的东西是什么 是道 所以他解牛这个过程 是他对道的领悟 他在这个技术中 他要的当然不是把牛给杀了 这对厨子不是个事儿对吧 他要的是在这个技术中 怎么修炼出道来 所以他说成之所好者道也 近乎记也 我所爱好的是道 这个就很高明了 那我杀牛就跟一般人杀牛不一样了 我杀要杀出道道来 我要把我这个养生之道把它加进去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含义啊 那么第二个层次含义 这个刀丁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就是我原来看这个牛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整个一个完整的牛 可是我现在呢 是目无全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眼睛里边看的不是一个完整的牛 而是这个牛的纹理结构 这个牛的内部有多少块骨头 肉和骨头是怎么相连的 哪些是大骨头 哪些是小骨头 如果这个刀子进去了 会碰到什么地方 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看到这个牛呢 其实就是我了解你了 他了解了这个牛的纹理结构 那么他在下刀的时候 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 这是第二个层次 目无全牛 它成为一个成语了 我们看待牛 可不是看待一个完整的牛 我们是要看到它的纹理结构 所以其实这个牛是有象征含义的 一个普通的厨子 不会管这个牛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这个牛就是象征着当时的社会 你对社会的纹理结构越了解 才有可能达到后边说的游刃有余 这是他的第二个层次 那么第三个层次 刀丁就说了 他说呢 我这个刀啊 用了19年 还像是新的 大家想这个很神奇 我们一般的饭店的师傅 可能一年就得换一把刀 可是他19年 为什么这个刀还没有磨损 那么这个刀是个什么东西 他用的是什么刀 这是小李飞刀吗 还是什么这个月牙刀 他这个刀呢 就是很有意思的 那么 那刀丁他是这样说的啊 为什么19年还像是新的呢 他说我是以吴后入有剑 灰灰呼其游刃必有余地也 这句话是他的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层次 我拿一个没有什么厚度的东西 当然就是指这把刀 去进入一个有剑系的这样的一个牛的这个内部 当然是游刃有余啦 灰灰呼就是哎 绰绰有余欸 地方还很大 那么因为你这个刀是没有厚度的 所以无论在这个牛的这个体内啊 遇到什么样的骨头 什么样的肉 什么样的筋都不在话下 他都可以躲过去 所以呢 这个刀呢 他比喻的是心 这个牛呢 他比喻的是社会 所以刀亭解牛的第三个层次呢 他要表达的是修心 我们一开始就讲养生不是养身体 生者性也 在古汉语里边 生是同性格的这个性 那么人性的性 所以养生 他不是养身体 而是养天性 养天性 他养的是人心 那么一切问题都打心上来 所以呢 把心修得像那把刀一样 没有厚度 我们再进入社会 就可以游刃有余了 这就涉及到 我们在讲的第四个问题了 整个这个刀亭解牛的 第四个层次是什么呢 刀亭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这个厨子 除了19年的这个修炼 除了他好道 对这个道有所求之心 有这个上进之心 去求这个道 还有一个描述 就是说 他是以神域 而不以目视 他在看这个牛的时候呢 他是用精神在感受它 而不是用眼睛看一下 其实我们光看 是看不到牛的纹理结构的 看不到他的五脏六腑的是吧 那他是用精神来感受它 这个境界就高了啊 大家经常看这个武侠小说呀 看这个古装戏呀 大家看什么 这个卧虎藏龙啊 你看里边杀人都不用刀的 搜搜搜树叶过去就可以杀人了 在这个禅宗里边这是一种意念 日本也有一种这个忍术 他也是可以以意念杀人 那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就叫以神域 已经不需要具体的这把刀子了 已经不需要我的眼睛对象化的观看了 这个神域就是我们之前讲 其无论时候说的 它是一种非对象化的思维 就是我不把牛当作一个我要杀死的对象 那就叫刨钉杀牛 就不叫刨钉解牛了 这个解呢 是我理解它 了解它 应对它 然后呢 不伤害自己 所以这个解呢 这个意味无穷啊 它是有了解理解这样的一个含义 那么所以刨钉呢 它用神去面对 其实就是我跟牛是融为一体的 我要完全了解它 我和它才能圆容无碍 我在下这个刀子的时候 才能不受任何的障碍 完全在精神上就能感受到它 它已经达到这种很高的一个层次了 不是一个对象化的 说我一刀把它 把这个牛杀死就行了啊 那么所以这个解呢 它有理解了解啊 这样熟悉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的 那么这是它的第四个层次 那么这个小故事呢 还有第五个层次 就是它真正在解的过程中 它的这个手势是什么样呢 那么庄子就说 它是特别迟缓 行位置啊 就是行动很这个舒缓的 很慢慢来的 那它一定是有考虑的 所以呢 它是有所准备的啊 它一开始这个精神上就有所准备 了如指掌 然后再下手 所以它比喻的含义呢 我们对待社会也是这样子 你先了解它 然后再去做很多的决策 这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而了解的关键是什么呢 用精神去感悟它 那用精神去感悟它 这个关键又是什么呢 你的心得是静的 所以呢 这个庞丁啊 其实是个修心的高手啊 他为什么说 我一开始很缓慢 我要想一想 其实就是静下心来 先修这个心 静下心来之后呢 有一个理智上的了解 然后再下刀子 它是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啊 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就有讲到啊 说马云特别喜欢这个禅修 然后乔布斯也喜欢禅修 松下信之助也喜欢禅修 道圣和夫也喜欢禅修 他们禅修究竟要干嘛 我们说古代是有儒商 像大家看的乔家大院里边的乔智庸 那叫儒商 他这个在行商的过程中注重一种道德的 注重一种仁爱的啊 就是利他利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吧 那么我们也有道商啊 像范李这样的 就是很聪明 做正直做得好 人家这个跟月王一块打天下 就是月王勾剑 握心肠胆的那一位 打完天下之后呢 他说这个月王勾剑呀不可供富贵 我得远离他 就这样的人呢 我可以跟他供患难 一旦他富贵了 我就得死了 他很聪明 然后就去做生意了 做生意赚了很多钱 他是一个道商 因为范李是一个道家的人物 他是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 他对待这个利呢 适可而止 不是求那么多的 反而他最后经商很成功 没有那么求利之心 反而很成功 这是道家式的 然后带着西施 带一美女走了 我们经常说范李这个道家人物 是在商场 正场 情场上 都胜利的一个人 他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这个禅商 跟袍丁姐也有关系的 我把它叫做禅商 除了有儒商 道商 其实还有禅商 这个就是像乔布斯这样的人 像道圣和夫这样的人 道圣和夫他就曾经这个替发 到这个庙里去修行 长达七个多月 那么修行完了之后呢 杨兰还访问他 说你为什么要去修行 那么道圣和夫就说 其实你在商业上是否成功 反映了你自己对禅是怎么理解的 只有你到达了最简洁的东西 你才能抓住那个商机 一定要修到最简洁 后来其实乔布斯也用了这一点 他的设计的理念 用户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都是简洁 所以他发明了一个no button 不需要按钮的 这样的一个电子产品 其实就是我们的触摸屏 你不需要用按钮的 因为所有电子产品 几乎都有按钮的 他就是把简洁做到极致 那么乔布斯他这个静在哪里呢 就像刨丁解牛之前 安静的想一想 乔布斯每次做这个决策之前 就让助理把各种方案 把它摆在这 他呢先禅修一阵 方案放在这 他就在那禅修在那想 想完了之后说 好我要第三个方案拿走 对 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 他自己禅修的时候 还要拍一个照片 然后说要记住 你每次禅修的时候 要把它作为你生命中的 最后一天去对待 这样你的心就会静了 就不会浮躁了 所以呢 这个袍丁在解牛之前啊 他的情绪和情感 我们要捕捉到 古文写的每一句话 都是很重要的 都不是白写来凑故事的 所以呢 他这个解牛之前呢 他是很安静的 很缓慢的 先想一想 然后开始下刀 这是袍丁解牛的第五层含义 好 那我们下面要说一下 技术 在袍丁解牛这个故事中 它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写这个厨子 技术这么高明啊 除了讲我们要修心 要游刃有余 他还讲了什么东西 与袍丁解牛相似的故事 有两个 第一个叫轮扁着轮 那么第二个叫狗搂成条 轮扁着轮讲的是一个 特别会坐轮子的人 不急不虚 不紧不慢 他坐的这个车轮子 大家知道古代用的是马车 他坐的车轮子 天下第一 特别好 所以君王也很喜欢 他的这个坐的车轮子 那么他也是讲 他的技术特别高明 完全眼睛不用看 这个车轮子就坐好了 狗搂成条呢 也讲这样的故事 就是你完全不用看 就能沾那个枝料 就一个驼背的人沾枝料 我们小时候不是用这个面筋去沾枝料吗 这个庄子很会观察生活 这驼背的一个小老头可会沾枝料了 沾了很多 技术很高明 都不用看 一沾一个 一沾一个 所以庄子为什么要讲这些技术 一方面他对我们今天的启发是工匠之心 工匠之心可了不得 大家不要小看 工匠之心 他才是真正的专心 把一件事情 一件物品做好 他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匠心就是一种修行 那么他没有任何的杂念 心无旁骛 所以能够做好 就像我们逍遥游里边的 这个宁神专一的 苗姑夜神人一样 目不次立啊 年古手 只要他专心做一件事 就把这个事给做好了 所以在今天可能对我们的启发是 人人都要有一颗工匠之心 这种匠心呢 是我们投入的 把一件事情认真的去完成它 把它做好了 那么在少林寺里边有一个叫扫地僧 大家可能知道 天龙八部里边有记载 天龙八部里边说 这个少林寺的扫地僧 他扫地的地方就是藏金阁 所有的重要的五经 就是武术的这个秘籍啊 武功秘籍都在里边 但是这个扫地僧从来不看 因为他不感兴趣 他就是专心把地扫好 最后我们发现 在里边原来修行最高的啊 武功最高的那个人 就是这个扫地僧 所以心无旁骛很重要 到人间势力 庄子把它说成是道不欲杂 一个修道的人 心一定不能太杂 你只要一心把一件事做好了 里边就有道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